接着讨论 那么有关枕脉的概数里边 最主要就介绍上面两个问题了 再往下说的枕脉概数里边 还有一个枕脉的方法呢 我们有专门的实验课 来介绍枕脉应该怎么去把这个脉 然后还要相互的一些体会 那个时候就专门在 专门的时间和地点来进行 这个你们就现在简单的可以看一看 就是操作的 那个是专门的一个操作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的一节在脉枕里边 第二的一节就讲 讨论这个正常的脉相 教材106页了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 我们说诊断疾病总是知常答辩 先把正常的脉相定下来 正常的脉相 它的主要的描述上 正常脉相的基本的 关于这个脉相的一个描述的话呢 在教材109七页 关于正常脉相特点下面第一段 做了一个正常脉相的描述 那么所提到的正常脉相的表现的方面就有很多 为什么会这么长的去描述这个正常脉相 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呢 他就有这么一个 也就是说欠一个脉相 一定要有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因素 要看这几个方面 那么以下这些方面都给出一个正常的标准参数 加在一块就是正常脉相了 超出这些范围以外的 又排除一些生理性的因素影响的 那他就应该算一些病理的脉相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看脉胃 脉搏在这个旗下所居 这个所展映的一个部位上 部位上究竟在哪里 正常脉相这个脉胃的部位在哪里呢 寸观词已经说了 这是寸口就在这了 意思是说的 这个在脉皮下这个脉管的这个部位 给我们的感觉 是在中脊的那个力度上 脉搏波动最明显 不是要轻脊 也不是要乘脊 轻轻脊也能感受到脉搏在波动 但是波动不是太明显 你再用点力 你会觉得脉搏波动更有力了 更明显了 说这就叫中脊 你如果再使劲一用力按下去 脉搏又没了 因为你把脉管基本就压碟了 说那基本又没了 所以这个呢 就说正常脉相是中脊这个脉位 意思就这个标准 教材给一个不佛不成 意思就主要是中脊了 但是我们的尺脉 寸观词的尺脉 用中脊 有的人会觉得脉 这个尺脉不太明显了 所以你就不要以为又是肾虚了 学医的学生就爱这样了 老说了书上说一个什么病 他就点头了 我就是我就是 是吧 哪来这么多 一说尺脉无力了 肾虚 你要想到你又肾虚了 结果你再看看使点力 用点力按压下去 只要尺脉成其柔和有力 就算正常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条 尺脉可以成其 这就是脉位上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说尺脉就越靠近手臂的后面 越到后面皮下的肌肉组织这些就越厚了 使得它那个脉搏波动就要深一些的位置 是吧 这个可以理解的 第二 为什么要写了一个一膝四字 一膝四到五字 不快不慢 前面说不快不慢 这个不快不慢意思就是一膝四到五字 就是它的脉力 脉搏的禽力的正常标准 这个膝指的是什么 一膝 就是一个呼吸周期 中文字里边修吸这个吸 就相当于呼吸这两个字 就说的是一个呼吸周期 你吸一次气脉搏波波动两下 你在呼气这个时间脉搏又波动两次 基本上就是四字 但是你在这一次呼吸完了 到下一次吸气之间 会不会是你马上刚一出完气 接着就在吸气 不可能 中间稍微有点间隙 你知道你在间隙的时候 脉搏还可以再波动一次 这样下来是不是就变成了五次了 这个就叫做润以太息五次 这个润以太息五字 就是这个意思 润在中文词里边润什么意思 润月 加了一天 润月 二十九天 二十八月二十九号那一天 润月 加一天 就是润 中国传统那个 纪念 甘之纪念方式 是说今年十三个月 去年十三个月 润了一个月 整整加进去一下 那个就叫润 所以这也是说的一息四字 呼和息之间 再加一次 就叫润 润一个 这就润一次 所以润一次下来 整个呼吸周期就可能大到五次了 也就是说五次也是正常的 一定要超出五次以上的一个呼吸周期 脉搏波动六次七次的才能叫脉搏加快的硕脉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书上说四到五字 古书上写的润以太息 这个时候的太息是什么意思 这个太息什么意思 就不是前面讲文整说那个太息了啊 文整说的太息是什么 长衣短探探气 再说的是正常人的呼和息之间 那个时候叫做太息 脉搏还可以波动一次 就叫润以太息 是吧 你不是每个人正常的时候都在长衣短探呢 是吧 现在我们讲的是正常脉象 啊 要看到脉书里边写这个润以太息 是这个意思 要知道啊 要知道 这是脉率的标准 再往下脉刑 那么书上写了这些 是吧 不大不小 从容和缓 是吧 那这个就是指的是脉刑的标准 我们以后要讲气暗脉搏 要气暗脉刑 啊 脉管的充盈 是要充盈 但是不能充盈的脉管太粗大 是吧 当然脉管不充盈了就变得比较细小 那肯定异常了 是吧 那异常了 所以正常的充盈程度 说了一个不大不小 实在找不到词了 嗯 不大不小 什么是最正常的一个 这个没办法给出一个多少毫米 是吧 所以这样一个笼统的不大不小 比较从容 随着心脏波动 脉搏 一下 一下 这样来的一个很从容的感觉 啊 再往下 要有力 是吧 脉搏波动要有力 柔和有力 这就是脉势 他的势力上要柔和有力 因为脉势上已经说了从容 从容意思也就比较柔和了 是吧 现在再加上波动有力 所以脉势上说的柔和有力 这是个标准 那么以后我们讲定理性的脉象 波动没有力了 那就是虚脉 弱脉 微脉了 是吧 那就是异常脉象 波动太强盛了 那是红脉 老脉 这些太有力了 是吧 所以它也是一些异常的 最后一个 接力还得整齐 是吧 还有一个率 所以这个率 一个是频率的率 一吸四字 一个是接率的率 每分钟波动多少次 我们来说的话 是一吸一定都是四到五次 是吧 如果这个呼吸周期波动三次 下个呼吸周期波动六次 那这个脉率不整齐 一定是一些异常脉 是吧 或者波动两次又停了 过很久 那脉搏又再重新恢复 那就是我们后面说的 脉率不整齐的 接脉 败 败 处脉 这些 所以这就是正常标准 为什么教材上 写了这么长一段话 就是要把脉位 脉率 脉型 脉事 脉率 给出一个正常参数 与它比较 超出这种范围的 又能排除我们后面 要说的那些生理因素的 才能算病脉 主要才能算病脉 这是正常脉象 这一个图的图示的方式 只是形象的理解一下 相当于这是寸观尺 这个长度 寸观尺的一个长度上 一息 一个呼吸周期了 手中沉 三个力度上 那么正常脉象 只能在中期这个位置上波动 次数上 大致四到五次 整幅上来 你就摸到一次脉搏 在跳动 两次 三次 主要 这是指示说 形象一点理解 但是毕竟还是要看指下了 主要 毕竟要看指下的感觉 慢慢来体会的 这是正常的脉象的 一个基本脉象描述 但是我们说 这么多的一个脉象特点 脉象正常描述 这么长的一些话 有可能在临床上 把脉的时候 你说 毕竟这么多 我都能把握出来啊 太多了这些方面 那么至少就要注意 有三个方面 必须要体会的 如果他要是正常脉象的话 一定至少要在前面说 这么五条方面 每一条中间 有可能还有几个方面的表现 是吧 加在一块中间 最重要的三点 一定要把握的 这三点就分别叫 胃 神 根 起了三个名字了 对吧 起了另外这么三个名字 意思就是正常脉象中间 有三点 必须要体会把握出来的 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着 人体战斧功能的好坏不一样 那么所谓胃 就是在脉 行 那个地方说的 从容和缓 还有脉象 接律方面 所提到的 接律一致 接律整齐 这个是说的 有胃气的表现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体会正常脉象 一定要有脉型的 柔和 从容 是吧 然后接律要整齐 这一点一定要体会 这个就反映了一种胃气的充胜 那么为什么中医说 这个接律整齐 是一种胃气充胜的表现呢 那就是说 因为我们古代传统认为的话呢 人体心脏的这个波动 脉搏这个波动的接律 肯定是一个人体 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规律了 是吧 生理最基本的很容易体察到 它的一个规律 接律性 而人体要维持这个生命活动的 维持下去 最重要依赖的是什么 胃气 脾胃后天之本 所以他就是把 维持人体最基本的一个接律 心脏 接律整齐 那说明他生命的基本接律 很正常的一个特点呢 就归属于属于胃气 后天之本的支撑 是吧 所以就是这样 传统就是这么来认识的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接律整齐主要是靠的什么功能呢 今天来说 脉搏的接律是心脏收缩的心律 反映在脉搏上 是吧 所以能在今天以后的一些书籍上 现在的教材有很多书籍上 说到第二的一个脉有神气的时候 他也把这个接律整齐加到了神气里边了 就说这有一点差别了 传统的意义上说 接律整齐是有胃气 是吧 有神气的表现呢 是指的柔和有力 就有神了 因为有力就是有神了 是吧 这是最传统的中医认为 一个人有力了 说明他有神 脉象也说波动有力是有神 那么有神 神中医认为主要反映什么脏势功能 心主神志 所以应该说有神就是心功能的充盈 心功能的好坏 是吧 我们说心血充盈 心神健忘 那么既然是心功能好了 所以从今天的生理病你去理解 就认为心功能好了 就维持他的心脏戒律 是吧 所以今天有些教材 就把这个戒律整齐放到了心 有神气里边去讨论 是吧 所以你注意 我们这一版教材 还是把戒律整齐放到了有位器 是吧 但是同样是这位主编的 朱老师 朱文峰老师 主编的上一版教材 没有版 上一版 就是把戒律整齐放在这个有神气里边 所以你们如果看到不同的教材 知道他的这个出处来源 说的方面是怎么回事 知道就行了 这是第二 第三扭根 就是刚才指的尺脉 尺脉成齐有力 为什么尺脉成齐有力 叫做有根 尺脉在哪里呢 是吧 在脉象来说是最下步了 扣的脏斧是根 是胜 胜为五脏六斧 是根本的 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 此脉 只要尺脉成齐有力 说明有肾气充足 肾气充足 人体的根本就有气血的健忘 是吧 阴阳的肾衰就可以考虑了 所以咱们这大概就是这三点 在刚才那个正常脉象的很多特点里边 最三点一定要去体会 不要体会了 这就叫正常脉象的三大特点 胃成根 但这胃成根这个呢 应该说是在正常脉象呢 是属于三胃一体的 只要有胃气 肯定就应该有神 有根 因为是正常脉象 肯定它是这些脏斧功能 都是正常的 其中一条 是三胃一体的 所以我们说真的理解 临床上理解这个胃成根 还更多的是说在病理情况下 疾病的情况下 它可能由一个方面已经发生异常了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脉象来说 说的阶律不齐的 心律不齐的 脉象已经是阶律不整齐了 那么你这个时候阶律不整齐了 你就特别要注意体会一下 它还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胃气 假如说阶律不整齐 你说是有神不整齐了 这就是神气不好了 心功能不太好 那你就要体会一下 它是否柔和从容 还有胃气 那这个疾病还怎么样 育后还是比较良好 还可以 就这个 胃气 神气不太好了 再特别体会一下 脉象有没有根 有根 圣气没有衰败 那么五脏六腑 还有得到圣阴圣阳的滋补 还有一个 病情相遇 痊愈的一些机会在那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说胃神根 在病理的个别情况下 特别注意体会 我们现在讲它是正常脉象的特点 你就不要想到 只是正常脉象才体会它 病理脉象你就不管了 所以注意的 实际上是这个 病理上意义更大了 注意的 正常脉象 第一点 它的基本特点把握这么一些 第二点 在108页说的是 生理性的变异 比如说 如果在座大家有些同学 切按一下自己脉象 好像不符合我们刚才说 这几大特点 不要着急 不一定就是什么病 还要看能不能排除 这么一些生理性的 因素的影响 所以你只要在这中间 有一些生理性的因素 那你的脉象 虽然不符合三大特点的 还不要算是病态 生理性的影响 讲了很多 个人的因素 外部的因素 自然界的因素 自然界的因素 里边有些是天的因素 有些是地的区域的因素 什么都有了 其中 很多人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 比较简单 有很多都 比如说什么性别的影响 这些都能看懂 你们要下来了之后 再相互体会一下 男同学的脉搏就是波动有力 女同学的就是要细小柔弱一些 是吧 这些就没什么了 简单看一看就完了 最重要的可能注意这三点 可能注意这几点 有些特殊的名词和临床上 容易对我们的影响 判断发生影响的 一个是教材第三的一条 108页倒数第三段的 体制因素 这个体制因素提了两个名词 提到了所谓的六阴脉 六阳脉 什么叫六阴脉 六阳脉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错的 六阴脉 就容易想到是六种阴脉 六种阳脉 乍一看这个名词 那么他并不是说的是六种阳脉 六种阴脉 特别是以后我们28阴一学过了 一说六阴脉 马上就会想到 那可能就是细脉 弱脉 微脉 这些好像就是属阴的脉了 是吧 那么既然不是 为什么叫六阴脉呢 六脉 陈细等同 陈细 应该按中医的属性 该属阴了 容易想到 六脉 哪六脉 寸观尺才三个 左右手寸观尺 左手寸观尺 右手寸观尺 不管你怎么按 脉相都比较细 但是你并没有那些气虚啊 血虚啊 那些虚弱衰竭的那些症状 所以这个时候脉 脉成细一点 没关系 是吧 这就叫六阴脉 所以很多女生可能就是属于六阴脉的范围 不要着急 是吧 反过来说 六脉比较大波动有力的 这个叫六阳脉 是吧 六阳脉 这是教材上有了六阴脉 六阳脉 注意就是这个六脉的名词是指的左右手寸观尺 是吧 左右手寸观尺 行了 这是体格因素要注意的两个名词 经常会说到的时候会发生错误的 不要以为是六种属阴或者属阳的脉象 这是体格因素 注意这么一点 第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季节性的因素 教材109页外部因素中间第四条 季节里边有提到 这要先说的是解剖部位方面的一些异常 也就是教材第四的一个 我们这个教材是先讲的这个卖位 卖相的位置的问题 是吧 这个位置的问题里边提到了 有一种108页的最后一行说的邪非卖 有一种是109页第一行 头三个字的反观卖 有这么两个名词 那么协分脉反观脉不是定理上的脉象 名词 就是指指的这个解剖部位上 它的脉象的走向 我们一般的饶动脉走到这个地方了 是吧 寸口刚才画的 协分脉的话 它走到这些地方的 之后这个脉管动脉 斜向这个手 又还没到完全的手背 就是说 是吧 掌掌措背措这个脑骨这个上上员 一直斜向这个虎口 这些地方了 动脉这么走了 所以你在这儿拔不到的时候 看一看 这些地方有没有 只要摸到这儿脉搏再拨动 这个是斜着飞过来了 斜飞脉 是吧 斜飞脉 刚才有一个同学就是斜飞脉了 下课的时候来了一个同学在这儿拔脉 他在这儿基本上没有 在这儿才能拔到斜飞脉 是吧 斜飞脉比较多见一点 肯定在这个班上每年拔脉的时候 很多班上同学有受斜飞脉都有 反观脉 前面是寸观尺 反向的寸观尺的意思了 反观 就在手背的这个地方了 寸观尺 动脉走到这儿来了 就与这个寸观尺相反的了 就反观脉 完全就对应过来了 这个少一点 反观脉比较少一些 不太容易碰到的 比较不太容易一点 一般可能 在做的话呢 也不容易碰到 斜飞脉容易一点 这两个都不是脉象的异常 只是脉搏的动脉的走向 今天说解剖 也位置的差异 是吧 所以这些都不要管 就多这么两个名词 斜飞 反观 其中反观脉 还是可以参照我们 刚才和后面要说的那个 整脉方法 就完全对着来 这还是涨后高股 饶动脉 对过去的 这是官脉 官前为寸 官后为尺 这个完全定下来 而斜飞脉就很难定了 因为它走在这儿 斜着在这儿 这一段区域 哪个地方容易碰到明显一点 那可能就在哪个地方卸案了 很难说 就恰好是要用这个涨后高股 去定他的官脉 这个很难了 所以斜飞脉的话呢 要确定上的寸观词 不太好 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这是第二个因素 注意的这个名词 第三的一个就是季节 刚才说109页的第四条 季节 季节中间 由于我们说季节的气候变化 有些五行属性的不同 是吧 而这个季节在五丈方面来说 也是与它从五行上有个搭配的 所以它就会影响相应的 我们的一些脏腑 这样推动这个脉搏的脉流的运行 就可能发生这么一些变化了 是吧 这个呢在内经的原话上说的 就叫春弦 春天脉象偏咸 当然什么叫咸脉 我们后面会说到 因为咸脉中医认为主要是干 的一种功能胜衰的一种反应 而春天属木属干 所以春天脉象可能偏咸一点 是正常的 不要以为又是换了肝炎了 夏洪 夏天比较红 红就主要说比较粗大了 充盈了 是吧 脉搏波动了一下 非常肾 就像洪水一样涌来 一下一股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夏季由于比较炎热 气血充盛 所以脉管比较宏大 这个也算正常 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说是夏天是偏硕 因为容易想到夏季热 热的频率一加快 也就是说是硕脉 所以这儿是说的夏洪 是正常的生理因素的影响 秋天在内经的原话上 说的是秋毛 内经的原话说毛 毛的意思怎么样 心就佛在飘在上面了 意思也就是今天 我们后面说的佛脉 秋天脉象偏佛 正常的 为什么呢 佛在人体的组织 就接近什么组织了 皮毛了 那么哪个合皮毛 肺合皮毛 秋天属于什么 属经在脏腑合肺的 所以秋季肺气比较偏旺 脉象就偏佛了 偏佛 东石 内经的原话上说 东石 石头扔在水里边就怎么样 沉底 意思也就是沉脉了 就沉脉了 因为冬季怎么样 道理上理解 冬季 寒冷 属水 收藏 这个是属于水 属于肾的关系 所以收藏肾 又在人体的根部 脉象表现部位就比较沉了 我们说都要时脉 城取 有力 就说明有盛气了 是吧 所以偏沉一点东西呢 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大概 我们说季节的一种影响 是吧 季节的影响 内经的原话 分别就说的 这四个人 那么我们说 内经的原话 说了 这四条 春悬下红 秋佛东城 我们中医 说季节有几个季节 那还有一季的 那长夏脉象怎么变 是啊 内经原话 他只写了这几句 在其他的一些章节里边 有可能提到了 只说他不是这么平行排列的 后世就逐渐 加上一些脉象的研究了 内经的其他篇章的一些提出呢 那就说长夏季节呢 主要是脉象篇 一个有些说法就是缓脉 缓和了一个缓 也就是后面要说的缓 缓和了一个缓脉 主要是皮的一个脉象 皮我们说是属土的 季节上长夏属土 是吧 是有这个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是乳脉 三点水一个 入润 那个乳 乳养的乳 主要 三点水一个需要的需 因为乳脉的话呢 也是比较软 比较柔软 比较缓和的 主要 所以呢 就是说内经的原话上 它的不同的一些叙述 比较接近的 这两个脉 后面我们就会提到 乳脉的话呢 它是可以煮水湿 那种湿病的 湿在长夏季节 是不是湿度增大了 脉象比较入缓了 就比较入缓了 所以这两条 这样就形成 季节上 我们传统说的 五级都有一个 生理性的影响的脉象 都可能的 是吧 都可能的 所以你看我们古代 实际上就讲掉 叫五级了 是不是啊 不是今天 有些人才说的 那个广告说的是 现在流行第五级 不是现在才流行 几千年已经流行 第五级了 所以学学中医 传统我们文化 都在里边了 是吧 他们都是捡了 我们这些老祖宗的东西了 好了 生理性的一些因素 最主要的 就这三条 有些特殊名词的 加以注意 加以注意 其他的 比较隐私 劳院 勤治 这些比较简单 大家看一看 再往下 那么又排除了 生理性的因素 如果这些卖相 还不符合 我们的正常卖相特点的 就要算下面说的 病理性卖相了 这是我们进入 卖诊最关键的 是吧 以后把卖 就是要看这些了 好好学 好好记的 当然有可能记了半天 卖相毕竟还是 心中寥寥 指下难民 心中寥寥 都把它背下来了 什么叫 抠卖 偶按冲管 什么叫华卖 如猪走盘 心中寥寥 背得滚瓜烂熟了 然后去 去 窃岸的时候 拔着的时候 指下难民了 手指下就 难以明确明了了 最后你就问他 把这什么卖了 拔了半天 说了两个字 再跳 再跳 那不用你说了 是啊 那不用你说 你要好好把这些学了 一些基本的应该 浮成实说 这些还是可以的 以后不要再说这个 再跳两个字 是啊 当然有些卖比较难 要体会的这个 对吧 跟着老师慢慢去领会的 啊 常见的病理脉 像一般说来的话呢 说到有28种 现在主要采用的 有28种病脉 啊 那么这28种病脉的话呢 啊 很多了 我们实际上呢 就是说 注意了 把握这个病脉 临床上把握病脉的时候 你不要 首先去想 他这个脉 你在 把着他在波动的时候 你就要想着 把背的这28种病脉 都背出来 他究竟该是一个什么脉 在这这样体会 那样的话呢 很难 体会出他的脉相来 知道 特别是刚开始 不太熟悉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记住 把握这个脉相 要掌握下面脉学的内容 和临床上要去把脉 整脉的时候 你都注意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说过 切脉要有这几个方面 你一个一个方面去体会一下 把它的现象记录在下面 最后把这五几个方面体会完了 归结在一块 你肯定就基本能够描述出它的脉相特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 要有一个什么脉胃 脉相位置 究竟这个脉搏的波动在你的皮下 那个感觉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体会出来的 脉胃 因为正常的脉胃在哪里 中脉 这就是一个参数 中脉的 现在它是病理脉相 你轻轻一接触到皮肤上 脉搏波动就很明显 就感觉波动很厉害了 这什么 脉脉 所以它就这个 正常要用刚刚接触 你是不是感觉脉搏还是有点波动 你再用点力呢 再用点力 脉搏是波动更明显了 还是更弱了 弱了 所以你那个就 不 就说你们 你们现在自己的脉相 轻轻接触 好像感觉脉搏还是在波动 你再用点力 脉搏是有力了 还是弱了 有力了 所以你那个就不叫头脉了 你是中脉那个力度 脉搏最明显 轻取的时候脉搏并不是很明显 是吧 现在说这些服脉类 就是刚一接触 脉搏波动就很明显 你再用点力 反而弱了 所以说明它脉管显现的部位在哪里 在佛取再更接近机表一些 因为你再压一下 把脉管压得有点瘪了 减弱了 是啊 所以佛脉的这个特点 你就先体会这个脉位 是佛取 轻取吉德的 还是要重取才吉德 是吧 轻取吉德 当然还是要符合重案烧入 是吧 这就是佛脉的特点 就是这两句 书上的描述的后面两句 其实是一个意思 举之有余 按之不足 是一个意思 举的时候就很宏大 按下去就没了 还是说的 轻取吉德重案烧入 所以它只是不同的书 用了不同的术语 我们这儿 书就把所有的都放到这儿了 都一个意思 或者说形象的描述 叫如水漂木 木头扔在水里边 有个猴力 你要轻 它就使劲向上 你要用点力 一按压 下面的水又不能支撑 一按压它下去 又没有 你要稍微松一点 它又向上面冒 是吧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佛脉 所以我们说 用图示的办法 就是要在佛起这儿 就能体会脉搏在波动 就这个意思 主病 那么容易想到 佛脉应该指什么病 所以一般而言 说佛起 所以我们要说的 佛脉这个脉象要注意了 脉象特点强调了 它要重案稍弱 所以就不能倒过来说 只要轻取即得的 就是佛脉 佛脉是轻取即得 但是不能说 只要轻取即得 就是佛脉 为什么 因为你们正常的 也是轻取即得 但是重案是更有利 所以不能叫佛脉 所以这个是要 对佛脉的一个标准 佛脉的标准把握好 这是脉象上面 第一条注意的 注意的 第二 那么学脉象 就是说的主病了 也就是它的临床异议 教材写临床异议 见到佛脉 多半主什么病 表证 是最容易想到的 书上写了 一般见于表证 这个但是要注意 这是最一般 最通常的 临床上 不能说 凡事见到佛脉 都是表证 如果只知道这一条 临床又可能发生误诊 导致治疗上的错误 主病 我们要明确的 在主病 临床异议后面 再加一条 也可以主虚症 一般是表证 你先把它加在这 让你高度重视 避免忽略了 还可以主虚症 你看这两者 差别多大了 表证的治疗 肯定应该什么 解表 解表的药 都是发散的 如果它是虚症 引起的脉佛了 你还给它用发散药 把这些气血 全部给散出去了 收不回来了 一会还要要命 是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么怎么理解 这个人实际上 他在下面的激励 分析里边有提到 属于须 严重亏须的一些情况 只是说 在前面主病那 没有明确提出 就怕你忽略了 忽略了 道理上 为什么说 我们说这个 佛脉容易足表证 这个肯定是最容易理解的 这个很好理解 大家学了中医基础 简单的一想 既然是表证 说明邪气在基表 那么有了邪气在表 人体正气又要想抗血于外 鼓动气血于表来抗血 整个气血佛越 容易佛禄于外 脉气鼓动出来了 脉象偏佛了 这个好办 好理解了 那么为什么虚正 他还可能脉佛 按理说虚了 气血就不足了 不足不能充盈的话 那脉管应该说 不太容易佛上来 是不是 所以这个虚 还不是一般的虚 还要虚到相当的程度 所以我们说 要特别注意的 是不是 这个虚还要虚到 相当的程度 阴阳之间已经虚的 气血阴阳不能 是不是 阴血不能一炼阳气了 阳气就向外散失了 阳气虚阳就浮越于外了 脉气鼓动出来了 脉象摸到 气暗到比较浮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见到浮脉 你就说它是虚表证 这个时候的表证 你再给它一发表 你再给它一发表 再用发散的药 是不是 刚才就说了 这个不仅治疗不好 反而要命 已经都阳气浮越了 你还在给它发散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说 不要做到佛脉 一定都是表证 是不是 这就是佛脉的最 要注意的第二的一点 主病上 不要说都是表证 这就在 佛脉 脉象上要注意一点 不要说凡见佛脉都是 主要轻取积德的 都是佛脉 不是轻取的 都是佛脉 这是脉象特点 主病的特点 不要说凡是佛脉 都主表证 这两条 就是佛脉里边 高度重视的 所以在我们教材上的 基礼分析下来 第二的一段中间 第二行 后半段说了 是吧 有虚的 正虚了 可以佛 是吧 可以佛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说在佛脉里边 最重要注意这两条 所以以前的这个 宾弧脉学 李时珍写的这个 宾弧脉学里边 有一句话 就叫做 久病逢之 却可今 就说 前面都是讲佛脉的特点 前面三句话 都讲佛脉的特点 是在肉上 比较表情 就像毛一样 很轻的 秋天 见到佛脉 山丘嘛 刚才说的秋佛 正常的 是吧 秋天见佛脉 也都知道 他是没病的 就是怕 久病遇到佛脉 值得惊讶惊叹了 不要以为再是表证了 这是虚然外跃了 久病逢之 却可今 不要 高度重视 久病逢之 却可今 这就是佛脉 一些重点 要把握的 好 休息一下 病 病 ? 病 瘍 瘤 瘋 瘋 瘋 瘍 瘋 瘍 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